暗暗的天空 變幻的浮雲 莫名卻又落下了雨滴 心裡的風雨 也無處逃避 你躲在屋簷底 在嘆息 慢慢的長路 重重的背負 容不得 你想停下腳步 心也疲倦了 只能堅持向前啊 期盼著有個人 來著雨 就在某一天 發現 付出的從前 後悔了今天 幸福的時光 就在某一天 看見 你美麗的臉 是世間最沒永恆的 遇見 遇見 今天咱们局机关 在这点召开大会 主要议题就是 为宋超同志平反 一年来的 经过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 现在已经查明 确有一些坏人 他们别有用心 编造事实 栽赃无限 使宋超同志 蒙受了不白之冤 一年来 宋超同志受了不少的委屈 可以说是 遭受了一场磨难 我作为局长 兼党委书记 我是负有领导责任的 在此 我向宋超同志道一声 对不起 周天龙同志 在宋超同志这个事件当中 你做了些什么 王德卿 在这个事件当中 你又干了些什么 你们两个串通一气 跟坏人勾结在一起 寻思舞弊 打击报复 做了不少违法乱计的事 在这场恶作剧当中 你们两个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下去以后 你们两个一定要好好地反思一下自己 写出深刻的检查 听后处理 同志们 作为组织和上级机关 对个别的有违法乱计行为的人员 一定会严厉打击 严肃处理的 同志们 俗话说得好 真金不怕火炼 经过对宋超同志的审查 宋超同志 不但没有问题 没有贪赃枉法 并且 他是一名连接份工 刚正不恶的楷模 你应收到奖励 经过局党委研究决定 报上级批准 特向宋超同志颁发 奖亲一面 请宋超同志上台领奖 破崇布 去奖励 打赏 要分上 要分上 快点 要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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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要分上 能分上 要分上 谢谢党组织 谢谢领导 也谢谢我的各位同事 对我的关心还有信任 谢谢 想什么呢 来 老公啊 昨天啊 我听你跟我说的那些以后 心里特别有感触 我觉得接下来 我们得抓紧时间 去老爸的坟前祭拜一下 不管是在心灵上 还是对于亲人 都是一种安慰 也能了得一桩心事 我发现我们俩的想法 总是能那么不谋而合呢 那当然 因为我是你媳妇 还有呢 还有呢 就是我希望你别再干了 什么叫别干 辞职 辞职 为什么 因为我是你两个孩子的妈 因为我现在忙不过来了 我力不从心了 你作为老公 就不能过来帮帮我吗 我是国家公务员 刚出来就辞职了 别人怎么想我 不行 再者 我也没有解惯你的经验 不是每个人上来就有经验的 经验来自于实践 再说了 你这么聪明这么优秀 这么能干 不管在哪个领域 你都是最棒的 那我能帮你什么呢 这事我已经跟老爸商量过了 要不你先协助老爸 管理房地产开发项目 职务室总经理 总经理 你开什么玩笑 我一点经验都没有 上来总经理 你公司是不是不想要了 什么叫你一点经验都没有 你想想看 从我开小饭馆 到大酒店 再到现在的企业集团 我走的每一步 都离不开你的帮助 你太小巧自己了 是 一路走来你该知道 我是特别简单的一个人 对金钱对地位 我没有太多的要求 只要有你有咱们这个奖 我就心满意做 我知道 我了解 可是现在我非常需要帮助 而你又是我 最佩服我最信任的人 真的 当然 让我想想 主张 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宋超 来 来 坐 坐 你辞职的这事呢 这要经过局长办公会 和党委新疆决定 如果决定了呢 还得报上级批准 然后才能给你答复 我知道 局长 不着急 我从一个毛头小伙子的时候 进咱们工商局 入党 体干 当合场 这十几年一路走来 对咱们工商局 真的非常有感情 这儿就像我们的家一样 但现在我爱人那边呢 他需要我集中精力 去帮他管理企业 他一个人实在身旁不过来 我也心疼他 所以做出这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你知道吗 我现在的心情 真的非常负责 就像一个孩子长大了 要离开家一样 宋超 你看你在咱们工商局 工作了这么多年了 你的为人处事啊 你的脾气性格呀 我都很了解 从私人感情上来讲的 我真舍不得让你走 我跟你说啊 作为一个人 在他的一生当中 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有时会有风 有时会有雨 有时会有挫折 有时会有坎坷 甚至是磨难 这些都属于正常现象 你不要想不开啊 你更不能一遭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局长 你放心吧 不会的 我非常感谢您 在我最危难的时候 能代表组织替我伸张正义 真的 您是我的领导 也是我的恩人 我永世难忘 你这就客气了 不要说这些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作为年轻人 想出去闯一闯 干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 就这一点 我非常理解也支持你 特别你这么优秀的小伙子 你上哪儿干去 都得干得很出色 谢谢局长 谢谢局长 谢谢你 谁是张健的家属啊 大夫 我是 你好 我爱人现在怎么样 他不是一般的感冒发烧 很可能是患有其他疾病 通过抽血化验才能知道结果 那他有危险吗 危险他不会有 这是检验报告单 还有这个单子去交费 好 谢谢您啊 不客气 我们有点拆拆 你还能不能不拦拆 你们往后 去吧 你上了 你怎么会看到 你也不拦拆了 我现在要不拦拆了 你去吧 我现在要不拦拆了 你做不了 我现在要不拦拆了 这的问题 你得不拦拆了 今天 我跟您用一款 过来看您 在里面这一年 我真的非常想念您 您的应容小谋 您交给我所有的一切 都时常出现在我眼里 不曾忘记 我会照顾好娘娘 照顾好张家 爸 您最近好吗 很久都没来看您了 我特别想念您 我也知道 您也很惦记我们 爸 您一定要保佑我们全家人 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主任 这两位客人想找董事长 您好 请问你们二位是 我是燕山集团的 找你们老板有重要的事情 那我问一下你们是先有约吗 好 这样公主任 您哪 通报一声 您就说燕山集团的胡董事长前来拜访 请他在百忙之中抽出那么一点点的时间 就一点 我们说完就走 好不好 可以 不过你们得先等一下 没 没问题啊 谢谢啊 谢谢您 谢谢您 您得的是白血病 白血病 这不可能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经过检查表明 他患的确实是白血病 大夫 我求求你 你一定救救他 他还很年轻呢 这种疾病 目前在我国的治疗方法 除了采取化疗以外 那就是骨髓移植 如果抓紧时间治疗的话 还是有希望的 但是这个病不能耽误 而且治疗费用很高 你要有思想准备啊 大夫 我不怕好钱 花再多的钱我都欣赏情愿 大夫 你一定想想办法救救他 这个我明白 不过目前只能化疗 骨髓移植是需要找到合适的血型 配型成功后才可以做 但是很难很难 也许要等很长时间 你别着急 有个办法 那就是 最好在亲人当中鉴定一下 看是否配型 如果有 那时间效果还是比较快的 好 谢谢大夫 等着呢 燕山集团的胡管梁 在邦市等您 是有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谈 胡管梁 对 他来这儿干吗呀 不清楚 行 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他还敢找 行了 老公 这事你就别管了 既然他人都来了 那我就去会会他 我倒要看看 都这时候了 他还能耍出什么花样来 好 有什么事赶紧说 我还忙着呢 李总 你 你好 碧人胡 这李 李总啊 今天我来主要是 赔礼道歉的 非常对对不起 让宋先生蒙受了不白之冤 但我调查了都是我手下人干的 前几天我把他们都开除了 别在这儿演戏了 人在做天在看 你自己做个什么 心里很清楚 我没这时间也没这兴趣 听你在那儿瞎扯 还有别的事吗 别见李 李总 我来是很有诚意的 这事是我方错了 但是我本着以和为贵协商的态度 来跟你沟通的 是 是吧 这个俗话说和气生财 实在不行撕 撕了呗 你想撕了 对 怎么了 认打认罚呀 实在不行经济皆解决 胡广良 你真是个卑鄙小人 你说这种话也不嫌丢人 真丢人 我告诉你 你现在犯有诬陷罪 我完全可以依照法律 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可是我真心不想跟你这种小人 一般见识 我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 但你必须得做一件事 你 你说 发布声明 当众道歉 否则这件事不依不饶 没 没 没问题啊 都 都依依你 再送你一句话吧 一而攻天 做人做事 与人为善好自为之 否则会遭报应的 走吧 李总 李总 您果然气得不烦 这么大的事啊 直接一笔勾销了 毕人留富 对您佩服那是无体投地 给您备了一份玻璃 您削纳 把你脏东西拿走 我不想再见到你们 走 走 走吧 刘刘 走 把东西带走 来 亲爱的 你还是吃点吧 你要不吃东西 抵抗力会下降的 吃不下 老公 我这是感冒吗 你怎么觉得看着不像啊 我烧了好几天了 也不见腿 你别胡思乱想了 过几天就会好吧 咱一定陪哥 一生好好的吃啊 你就别瞒着我了 感冒发烧哪儿需要化疗啊 我只听说 癌症才需要化疗啊 你就实话告诉我吧 我还能活多久 别胡说八道了 你不懂就别瞎说 咱一定得好好配合大夫 一定得治好 好 你把虎子带过来吧 好几天没见他 我都想他了 我回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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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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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差劲 我前一段听那个邓明说 亲眼感冒发烧了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打个电话问问 你说呢 他都不给我打电话 我还给他打呀 都休想 真是的 当妈的给女儿打个电话 问问情况 纯属正常 行了啊 你反不上跟他止气 好好 不喝了 不喝了 打一个吧 喂 张倩在吗 陈阿姨啊 我是彩玲 她不在 她住院了 住院 得什么病啊 在哪家医院 白血病 每天都要做化疗 白血病 化疗 嫂子 她说 说倩倩 生病 得了白血病 妈呀 这 这怎么可能啊 这这 不会吧 哭 哭 哭 不哭 不不不 你别着急 不会啊 这这些怎么会得白血病啊 这是不是搞错了 赶紧啊 给妞妞 还有那个宋超他们打电话 让他回来接我们去医院 咱们去问问 会不会搞错了 别着急 别着急啊 没准是弄错了 咋好好能得白血病呢 来 放茶 卢总啊 真是不容易 跑了两年多 总算把手续给跑齐全了 现在呢 就差资金了 卢总 这么着 我跟我们董事长商量了一下 我们提出两点意见 第一呢 我们占投资比例的百分之六十 咱们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 按投资比例分成 第二呢 投资大的股东操盘 咱们双方的派出各自的代表 共同运作 您觉得怎么样 我同意 我方占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我再派一个副总 再派一个会计 别吊求 我没有 好的 卢总啊 还真是个爽快人 我跟李总是多年的老朋友 是吧 相互信任 按合同办事 没问题 那行 那就尽快起扫合同吧 好 喝茶 不好意思 接个电话 喂 妈 怎么了 娘娘 不好了 倩倩得了百睡病 已经住院好几天了 我得去看看 急死我了 可我现在就两个孩子离不开呀 什么 百睡病 妈 您一些别急啊 我来想办法 这样现在我 我有事走不开 我让宋超赶紧赶过去 快点啊 急死我了 行 慢点 慢点啊 倩倩 你饿了吗 我 你看你头昏暖的 我给你说一下 我自己老做坏了 他跳得厉害了 他跳得厉害了 老公 你说 我这病还能治个好吗 能 一定能 百分之百分之好 你答应我个事啊 我生病这个事 千万不能告诉妈 她的病才好 不能再有任何事了 而且 宋丑柯也刚回来 家里才消停 我知道 我这个病是绝症 没有多少日子 你别胡说完好了 行吗 我不想再在这个时候 给大家添麻烦 我咨询过啊 我咨询过啊 咱们这个病 滴妈妈地治 不能着急 你一定要对自己有自信 你不能悲观行吗 我咨询过啊 不过你要答应我 千万不要告诉他们 那你他们要是问起来 你就说 就说我感冒了 发烧了 行不行 怎么办呢 邓鸣 出来一下 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 好 我先去一趟 拜拜 在那边啊 行 二女们 这边 姐姐 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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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 你 你这个狠心的丫头 病了 干吗还要瞒着我 妈 我没什么事 我就是那个重感冒 发烧了 两天烧退了就好了啊 什么感冒发烧啊 我都知道了 你和邓明 究竟还要瞒我多久啊 他们说 这是 白血病 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妈 您自己顺体干恢复 别那么激动 怎么办呀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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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是说好的吗 别再哭 怎么估计您是活人断 宋超 您给邓明打电话 叫他马上给我过来 你都这样了 他人还不在 什么事比我女儿的命重要 邓明那不是那样的人 你别误会他 他被医生叫去办公室了 办公室 好 我就去找他 我要他给我个交代 妈 妈 妈 你和你儿子通过鉴定 跟你爱人不配行 不符合移植条件 需要另想办法 请问张倩的家里 还有哪些亲属 最近怎么没有看见人来啊 有 还有很多 我爱人不想告诉家里 所以现在家里还不知道 这个没有必要啊 救人要紧 你爱人长时间的高烧不退 而且有生命危险 如果从社会上 找到合适的配型 那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而且很难找到 不要再犹豫了 时间就是生命 一定要抓紧 即使亲人中 愿意捐献骨髓 那经过检查鉴定 也是需要时间的 我 我知道了 我们飞起来 还有犯了 главное 真的来不及了 glad 来不及了 headline λά 常死了 妈 您怎么来了 你怎么照顾她的 我把一个 健健康康的闺女 交给你 她现在成了什么样子了 半死不活地 躺在病床上 你怎么跟我承诺的 妈 你先听我解释什么 解释什么呀 这么大的事情 都不告诉我 你知不知道 会耽误事情的 妈 妈 对不起 这都是我的错 倩倩她跟我说 她从小 做了很多错的事情 现在家里刚刚好一点 她不想再为这个家庭 增添一点伤害 妈 现在都不让我告诉你 妈 对不起 我没照顾好前景 我没照顾好前景 对不起 妈 我没照顾好前景 我不会赢 我不会赢 我没照顾好前景 好前景 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回来了啊 妈 饭都好了吗 晚上吃什么呀 王阿姨呢 对啊 不是 怎么了 怎么了 倩倩病了 我 我三姐病了 什么病啊 白血病 白血病 不是 现在在做化疗呢 不是 这 邓大哥也没说呀 他在哪个医院啊 我去看看 我也去 不用去了 宋超刚才来电话了 说呀 正往这儿赶呢 干吗呀 我得做晚饭呢 走 我得去做晚饭 我给你一块儿坐 时间还快点 我快去 文文 你在哪儿呢 姐 我在办公室呢 什么事你说吧 妈来过电话 说让我们赶紧回去 倩倩病得很严重 看看怎么办吧 那行 那我马上走 行 那一会儿见啊 这么多年 我只要想到倩倩 做的那些丢人现眼的事 有事 我还是会气得咬牙切齿 他十六岁的时候 离家出走 这害的小四 瘫痪了八年多 还把张强的命打进去了 行了 妈 早说晨天救世了 就别再提了 你让我说 我不说心里难受 他十九岁的时候 高考落榜 跟那个姓赵的鬼混 早晕流产 二十三岁 他和邓明结婚 婚礼发生了意外 把奶奶给气死了 他还偷了四个月的房产账 拿去借高利贷 后来 他竟然还鬼迷心窍 差点给人带孕 还透支了银行的信用卡 把我气得血压升高 引发了脑血栓 熄 跟他,elyn 听大哥一句话 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 咱就别再提他了 欠贼这个孩子现在躺在病床上 咱不能不管啊 对不 对对对 我们呢 就说现在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泽灵 明天上午八点 你把虎子带医院来 欠欠小孩子了 好 你把电话给虎子 好 来 虎子 接电话了 爸爸 你在哪儿啊 虎子啊 爸爸和妈妈在一起呢 你想想妈妈 想不想跟妈妈讲话 想 我都想想 虎子 我是妈妈 你乖不乖啊 妈妈 我想你 你变好了吗 你咋还不回来 妈妈也想你 这样 让爸爸明天带你来医院 看我好不好 好 妈妈 别哭 妈妈 明天见 明天见 妈妈 别哭了 真乖 不管健健以前再怎么可恶 可她都是我的女儿 我还是得想法子救她的命 我还是得想法子救她的命 这个白血病 最好的医治方式是骨髓移植 可是邓铭和虎子的检查结果 没有办法配刑 从盛会上找 这一时半刻 恐怕也找不到 大夫说了 最好从亲人里头想法子 不然 又是耽误了 她还这么年轻 那虎子 那虎子 虎子怎么办 妈 现在咱们想办法解决问题 时间不等人就没要紧 我是倩倩的亲姐姐 血脉相连 我相信肯定会有希望 那明天我就去医院配刑 姐 我也去 咱们一块儿 对 一块儿去 我也去 对对对 明天啊 咱们都去 咱们就一家人啊 这个时候就得帮忙啊 没准 谁跟谁 她就碰上了呢 对 你说对不对 别着急 妈说得对 在这个关键时刻 咱们全家每一个人 都自我旁贷 这么着 明天八点准时出发 全家人一块儿去医院 没事 你怎么回事 亲爱的 咱们不哭 明天全家人都来医院做鉴定 咱们病一定都治好了 不想再麻烦大家 我不想再麻烦大家 我不能那么自私 这些年 我欠大家的情太多了 不哭了啊 咱们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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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片海 空中 红尘滚滚 有一片海 从不徘徊 这片海 把时间冷暖 埋进心底 这片海 把春风花余容尽血脉 潮涨满天星光 潮落满地花开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点燃希望 把真情送来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装扮人生 躲在木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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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片海 奇迹整整 有一片海 未曾更改 这片海 把生活沧桑 淡在肩上 这片海 把阳光与路灑满身怀 啊 啊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是这光明 把美好彩摘 这片海暖暖的海 拥抱幸福 勉强未来 啊 这片海暖暖的海 是这光明 把美好彩摘 啊 这片海暖暖的海 拥抱幸福 勉强未来 啊 啊